《洛杉磯市議會委員會議》批准交通部DOT的報告, 計劃在45所學校附近實施每小時15英里限速, 這項舉措是只在減輕學校附近交通事故發生的機率。 據悉近期發生的一起事故,導致一名母親在送小朋友上學的途中不幸喪生, 而小朋友也嚴重受傷。有見及此, 這份報告建議將這個學校安全區域限速應用在市內學校附近的98條街道上, 由洛杉磯警察局落實執行。 當局將在路邊安裝新的指示標誌來提醒司機, 估計安裝標誌的成本約153,750美元, 而這款項也通過了部門預算的審核。 交通部在2012年最初推出了一項, 名為安全上學路的戰略計劃,並在其中11所學校實施了這個每小時15英里的限速規定。 交通部現時希望能將此規定擴展到市內其餘39所學校, 以及周邊臨近其他六所學校。 根據交通部的說法, 在所有致命和引致嚴重傷害的交通意外中, 近56%發生在學校0.25英里範圍內, 現時這項建議將提交給全體市會成員作最後審議。 天下維持記者編輯報導。